鄭麗文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首先我還是對今天的這個修法 重複的 因為剛剛有各黨派的委員 都有表示過類似的意見 在這邊我還是非常強烈的 表達這樣的一個意見 就是對於各部會的編制人員 應該要由行政院版正式的提出 那各個部會透過委員去提 此風不可掌 否則的話就天下大亂 各個局處各個部會各憑本事 那這個資源是固定的 這樣子是破壞體制的行為 我認為是萬萬不可 還是應該要透過行政院版 做過整體的考量跟協調 應該才是正辦 所以就這件事情 就這一類的人事編制的修法 都應該要循這樣子的一個程序來進行 那接下來我要請副部長 我要關心有關於這一次重大事故的事情 這個F5出事近年來連連 那當然大家記憶猶新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去年10月才發生了重大的事故 今年在這幾天之內 又有兩架飛機事故 我想先請教副部長 為什麼到現在 朱冠猛飛官的事故 的調查報告都還沒有出來 什麼時候才會出來 因為你們現在只有初步的報告 最後的完整的報告還沒有完成 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們內部是45天 我請那個空軍的副參謀長 委員好我是空軍司令部的副參謀長 這邊跟委員報告一下整個一個 這個事實調查報告的一個流程 它總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45天的一個階段報告 再來是我們有在180天 會完成一個期中報告 最後在一年之內 我們會完成整個的一個 事實調查報告 最後到10月 最後完整的報告才會出來 你這個是一個上限嘛 對這是一個上限 但是你基本上你調查完成了 報告寫完了 可以越早出來就應該越早出來 對跟委員報告 這個報告如果經過所有的 包含運安會 那你們現在的進度到哪裡 我知道你們第一個45天的 初步報告已經出來了 階段報告出來了 那你們預估什麼時候會出來 你剛剛告訴我的是固定的SOP 那我要問的是 朱冠猛的這個報告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程序啊 放在那裡 我們有召集了相關的委員 包含部外的一些專家 我知道我要問你們 預訂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報員我會有最快的時間 在核定的法律程序 什麼叫做最快的時間 在一年以內 那就不是最快的時間 那是最慢的時間 你剛剛跟我講的是規定 一年以內必須要完成報告 那叫做最慢的時間 那不叫最快的時間 跟委員報告 我們完成之後 就會報給國防部 所以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完成 目前進度因為還在打撈的 這個程序啊 還在打撈 所以朱冠猛的他那個 還沒有打撈完成是不是 對 那所以你們的初步報告呢 是怎麼做的 我們的報告一開始會針對 所有相關的人員以及市政 去做蒐集 蒐集完 所以有初步的結論嗎 可以講嗎 譬如說他是機械還是人為 目前都還在調查中 所以初步報告有報告就等於 沒有報告就對了 好請坐 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是說 因為大家都在問 為什麼沒有停飛 那我也有看到你們的 國防部最新的講法 就說呢 你們呢會進行 徹底的天安特檢 那麼所以現在呢 是已經停飛了 就上一次 朱冠猛出事之後 並沒有停飛嘛 對不對 那上次應該 出事了以後也會做安全特檢嘛 是請 副參謀 報告委員 上次朱冠猛的事件出事之後 我們也是經過天安的一個特檢 那所以也是特檢完了以後繼續飛 特檢完之後排除相關的 這些可能的因素之後 我們才開始飛 那所以這次是一模一樣的程序 所以這一次你們說要進行天安特檢 那進行完了以後 F51就會復飛嗎 經過所有的危安因子排除之後 我們就依相關的程序 那所以就跟上次一樣嘛 特檢的項目不一樣 特檢的項目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會依當時的狀況 他的飛機 你們當時的狀況都還不知道啊 這次的狀況你知道了嗎 跟委員報告這次出判完之後 我們會針對 比如說這一次 我們就有逃生系的 特檢還有 所以上次逃生系沒有出問題 都有都有特檢 好 那所以你們特檢完了之後就會復飛 所以你們上次完成特檢是多久時間 上次一個多禮拜 所以很短的時間就要復飛了嘛 那這一次呢 每次特檢的時間啊 因為他檢查項目不一樣 所以大家的問題是說 上一次你們也是信誓旦旦跟大家保證 其實你們每一次飛之前 都一定會有例行的安檢 才會飛上去訓練嘛 這是最基本的SOP嘛 所以其實每一次飛上天 都是應該假設他是安全無餘機械 沒有任何的可能故障的情形 才會飛上去 不可能冒險飛上去的嘛 那出事了以後 你們就再來給一個安檢一次 一個禮拜之後就又復飛 然後不到五個月又出事了 那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你們的安檢 根本就是例行的 刑事的根本沒有意義嗎 那為什麼安檢不出來 那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就這一次 很明顯他不只是 如果有可能 譬如說大家現在都討論彈射儀嘛 對不對 可是不是只有彈射儀啊 因為你是已經發生的事故了 你才需要彈射儀嘛 你是已經飛機不能飛了 你才要逃生嘛 對不對 所以他之前就發生重大的失誤 那這個失誤的原因是什麼 你們在調查 因為你們這次是四個飛機出去飛 後面兩個飛機為什麼出事 為什麼固定要達成的任務失敗 然後在返航的時候 這也是外界的判斷跟揣測啦 當然不可能 不一定是你們最後的結果 但兩個飛機飛回去的時候 發生了差狀 這整個的過程 你們的訓練 人員的訓練 這中間資訊的聯繫 命令的下達 都很可能出錯 而不是因為機械發生了故障 他很可能是人為的指令 他後來回飛回去的時候 發生了問題發生了差狀之後 所以他才必須逃生 結果逃生的時候彈射儀又不管用 那彈射與失靈 只是其中一個關鍵的細節 出自於大家發現說上次的死因跟這次的死因幾乎一樣 是不是彈射的時候撞到受傷 這都是大家的揣測 那我的意思就在這裡 如果你們根本不知道上次是發生了什麼問題 那你怎麼付飛呢 你怎麼排除呢 你怎麼檢討呢 你根本沒有辦法檢討 你沒有辦法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你就付飛了嘛 那你現在付飛了以後 你跟我講說 你們進行特檢 那特檢可能一兩個禮拜就完成了 那等於馬上又要付飛了 你這一次發生的問題你根本不知道 按照你的調查 按照你剛剛的報告 一年後才會知道 那這一年裡面所有的人就是冒險 冒著生命危險飛上去嗎 呃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飛行啊 沒有在冒險 你們國防不可以接受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處理 重大意外的一個處理方式是這樣嗎 我們所有的特檢 都是把相關的因素排除完了之後 才會執行開飛的程序 這跟委員再次報告 我知道啊 啊所以 但是你們上次也是這樣講啊 然後不到五個月就又摔飛機了嘛 那我剛剛講了 那很可能不只是有機械故障的問題啊 欸你要跳針一次 我還要跳針一次 下面後面還有人等著要質詢 他剛剛你重複一次 然後我還要再重複 我剛剛講的一次 我現在只是 我時間到了 我只做一個結論 因為我關心這件事情 我相信全國百姓都關心這件事情 我看很少有上次的事故報告都還沒有出來 第二次事故又發生了吧 那所以所有人都覺得說 他又這麼老舊 那是不是停飛 結果你現在告訴我說 其實你們根本沒有停飛嘛 你們進行了這個例行的安檢之後 你就會復飛了 那 原因通通都不曉得 你一切通通還是 重複之前的做法可想而知 你連上次的原因都還不知道啊 那這樣不是風險太高了嗎 那這樣不是太危險了嗎 那我們年輕軍官的命怎麼辦 他們的命子比這些老舊的飛機值錢太多太多了 我希望國防部回去重新檢討你們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你不是鬼打牆 你不是每天都在重複上市的 你們的SOP已經出問題了 不要再搬SOP出來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曾立文委員 好